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峨边遗族自治县隶属于四川省乐山市 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小梁山区 与佛教圣地峨眉山毗邻 大都河川城而过 最高的马鞍山主峰海拔4288米 最低海拔469米 相对高差达3800米 其气候冬暖夏凉四季不明显 但垂直变化较大 被称为是小梁山区气象景观 对于这种独特的气候呢 当地人啊是这样形容的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 山顶带雪茂山脚百花仙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贴切呢 不过呀这个季节呀 咱的雪茂是看不到了 那究竟有没有鲜花呢 让我们一起去找找看 走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 任肖发现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 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 路的两旁虽只被茂密 但却没有看见花 正当任肖想要放弃寻找时 翻过一个小山坡 眼前的景象让任肖惊呆了 一片片红白相间的花海 错落有致的分布山坡上 前面的花丛中 已经聚集了很多游客 真是柳暗花名又一村呢 哎呀我从梅山特意过来 看这个富贵牡丹 放眼望去看不到边 漂亮景色优美 空气新鲜 太好了 就是以前听他们说过 所以说有点好奇 想上来看看呗 看到这牡丹心情 特别特别的好 走在牡丹田里 画像迷人 但是欣赏美景之余 任肖的疑惑也是随之而来 在这高原之上 怎么会有这么大面积的牡丹呢 在一片白色的花田里 任肖认识了牡丹基地的负责人 陈志宏 我刚刚上来的时候 在底下一圈一圈的绕这个山 这还挺高的呢 对又比较高 这个山 对一千一百多米的海拔高度 有一千一百多米 对 那您是怎么想到 在一千多米这么高的 这个海拔上 种牡丹呀 因为这上面的土地是荒废了的 就是鸟荒地 就是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对没人种 陈志宏是这片牡丹基地的负责人 从他这儿我们了解到 这片山地属于五渡镇 仙丰村 面积将近三千亩 因为耕作不变 灌溉困难 而被逐渐荒废 但是 这里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土壤条件 吸引了陈志宏的目光 2013年 他从当地村民手中 把这些土地流转过来 重新进行开发利用 通过多方考察 决定发展牡丹产业 陈老师 我想问一下 咱的牡丹是从哪里引种过来的呀 从山东的盒子 山东盒子 这不是北方吗 对 它是北方 那在北方引种过来的牡丹 适合在南方生长吗 这个我们是请了 北京领域大学的专家教授的 我们这个地方来认证了 然后还有失踪了 一山里失踪了过后 我们有十年在大年地开始种植了 听陈志宏介绍 他们在山上种植牡丹 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在种植过程中 技术人员发现在原产地 容易发生的叶斑病 地老虎 鳍草等病虫害 在鹅边很少发生 而且因为气候环境更加适宜 所以牡丹的长势 比在原产地还要好 陈老师 我发现咱这儿不仅风光美丽 气候也很宁人 很凉爽 这个气候就最适合 以牡丹生长的气候 因为牡丹最好的生长温度就是 三到二十六度 要是低于了三度 你想 它就出于消灭状态 超过二十六度以上 它也是消灭状态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三到二十六度这样一个区间的温度 大概在这里能有多长时间 全年来的话 它就等不到十个月的时间 在不远处的山坡上 仁肖看见一群工人 正在给牡丹苗除草 看来牡丹苑浇水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杂草还是要人工去除的 这个草头一定要讲解这个角度 角度 对 角度 你在比较省力 来 你来试一下 最主要就是角度了 对 角度 然后边上都是杂草 对 这个 这个 又把苗子缠掉了 不是 是这样往外是吧 有一点 对 我现在有一点这样 是的 看着容易做起来难 就是这个道理 这看似简单的浓活 却往往隐含着很多的技巧 仁肖跟着陈老师 继续沿着山路走 眼前又是一片红白相间的牡丹花 只是仁肖看着这些花 却产生了一个疑问 陈老师 我发现咱们这儿有两种颜色的花 红的和白的 对 红的叶子 那水是观赏牡丹 白的那是水旗子造油 然后做花 这牡丹还能做花茶呀 可以 那什么样的牡丹能做花茶呀 我马上带你回去看牡丹 在哪 哦 我看到了 走 原来基地里两种不同颜色的花 用途是不一样的 红色的主要是观赏用 而白色的是游用牡丹品种 既可以做花茶 也可以节子炸油 任肖跟着陈老师来到了现场 并在这里认识了基地的田经里 咱们牡丹花的花期是多长时间啊 二十天 二十天 对 那具体什么时候采摘呢 我们非三个阶段采摘 那个花 花苞的时候 我们用来采花水茶 半开不开的时候 我们采全花茶 全部开放的时候 我们采花瓣茶 一共有三个阶段 对 三个时期 对 通过田经里的介绍 任肖了解到 三种不同的花场 对于采摘时间 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这时我们看到 跟随田经里采摘的是几位遗族姑娘 传统的衣族服饰 在牡丹花田里 更有一种别样的韵味 告别采花姑娘 任肖和田经里走在牡丹园里 发现前面有几个游客 围在一起 有说有笑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品茶的地方了 是吗 是 是 这茶还颜色不一样 是 这个最前面的这个黄金干色的 这些是牡丹的花蕊做的茶 这是花蕊 对 这个牡丹花蕊的茶可金贵了 这样的一盟牡丹 它才能够做500块的干花蕊 那这个是 这个是花瓣茶 这牡丹的花瓣做的这个茶 这是牡丹的全花做的这个茶 是一整朵花做的这个茶 是把牡丹的一整朵做的 对 原来这是基地设置的一个展台 让游客们在欣赏牡丹花之余 还能喝喝茶 同时也推广了基地的产品 在这里 任肖不仅品尝了几种牡丹花茶 还见到了牡丹子油 听田经理介绍 他们基地种植面积最大的是游用牡丹 游用牡丹是一种新兴的木本油料作物 因为出油率高 利用周期长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跟田经理在基地走了一趟 任肖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叫了 那在这牡丹园里都能吃到什么呢 山顶阳光还挺好 挺好 雷香我今天给您做几道牡丹菜 好呀 拉您更美丽更漂亮 那我们这第一道菜做什么呀 第一道菜是冰雪凉山 冰雪凉山 对呀 那这么多种花我们选哪一种啊 选这种凤丹 它是白色嘛 这个也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山吧 是小凉山 冰雪吧 就是我们凤丹 圣洁 你看多漂亮呀 白色 对 那怎么做呢 那我现在就给做给你看了 太棒了 来开始吧 这道冰雪凉山做法非常简单 牡丹花瓣 要选取白颜色的凤丹牡丹花 最好在清晨露水未散时采摘 这样花香更加浓郁 洗净后 放入适量白醋 适量 适量 然后搅拌均匀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牡丹花的鲜香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道菜做什么呢 我给你做一道中西结合的沙拉牡丹 好 那有三种颜色的牡丹 我们选择什么颜色的呀 咱们全把它放进去 因为这样看起来以后吧 更美观 更漂亮 更有食欲 三个颜色都可以 对 这道菜选用的牡丹品种较多 牡丹花颜色也更加丰富 洗净后的牡丹花先加入适量蜂蜜 然后加入沙拉酱 搅拌均匀即可 牡丹花的清香 加上沙拉酱的甜味 以让这道中西结合的菜品 成为很多女性游客的最爱 听田经理说 用牡丹花包水饺 这引起了人孝的好奇 那该怎么做呢 田经理手把手交起了人孝 先把洗净的牡丹花切碎 然后把准备好的胡萝卜 腊肉也切成丁 田经理告诉人孝 这腊肉是用当地跑山猪的猪肉做成的 把三种处理好的食材放在一起 加入适量牡丹籽油 食盐 味精 然后搅拌均匀 这水饺馅就准备好了 那么我们把馅搅拌均匀了之后 接下来就开始包饺子了 是吗 对啊 这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 擀好的饺子瓶 饺子瓶 对 来我也可以帮你包 好的 没想到 我们的主持人人孝 包水饺 还是一把好手呢 包完水饺 田经理还为我们制作了 香炸牡丹花和豆花牡丹 几道菜或多或少都用到了牡丹 那味道怎么样 还是问问游客们吧 牡丹做的凉菜 您觉得口感怎么样 口感很好 香香甜甜的 很好吃 清香味很浓 这个油炸牡丹 油炸牡丹 这个菜啊 外香里嫩 味道很好 这个饺子非常特别 很好吃 很好吃 它有牡丹 有那个猪肉 就是我们地方好土猪肉 对 我刚刚听我们这个厨师说了 这个猪肉是一种叫跑山猪的 对对对 就是跑山猪 跑山猪 在当地很出名吧 很出名很出名 而且只有高山才有 什么是跑山猪 前往寻找的主持人为何会扑空 历尽千辛万苦 能找到刚生产完的猪群吗 龙广天地 稍后继续播出 看来游客们对于这些用牡丹做的菜 还是挺满意的 不过啊 从田经里和游客这里听到的一种猪 却引起了我们记者任肖的好奇 他们所说的这个跑山猪 到底是什么猪 它又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吃完饭 任肖顺着指引沿着山路 开始了寻找之旅 但是除了曾鸾叠张的群山 并没有发现养殖场 那这跑山猪到底在哪啊 就在任肖苦苦寻找之际 一位深背竹篓的老乡 为任肖指点了迷津 在老乡的指引下 任肖这才找到了养殖场 这养殖场建在一个山坳中 那这里到底有没有跑山猪呢 大哥你好 你好 问一下 咱家是不是有这个跑山猪 我们这里 对对 我们这里有那种乌鲸猪 乌鲸猪 我怎么听说是跑山猪呢 我们这里是 这都是老品种 竟然在山上跑 就只能跑山猪 那您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这个都已经上山了 你上去找一找嘛 这都在山上跑 这已经都上山了是吧 对对 行 谢谢大哥 那我就上山去找一下 我们的这个乌鲸猪 对 好的谢谢 任肖满怀希望地找到养殖场 没想到却铺了个空 只了解到 当地人口中的跑山猪 学名叫乌鲸猪 那在这群山之中 到哪去找乌鲸猪呢 正走着 任肖看见前面山坡上 走下来一位大树 大树 你好 你好 我看你怀里抱了一个小可爱 这是小猪崽吗 是的 这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小猪崽呀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那这个小猪崽 是在就是山上出生的呀 本身这猪是带乙性的 它基本上都在山上下载 基本上都在山上 我能抱一下它吗 可以呀 怎么抱 注意它也要吃东西 要咬人 我这么抱它行吗 它不会咬我吧 寻找途中 意外见到了这乌鲸猪猪崽 让任肖非常兴奋 同时 任肖还得到了一个 特别的信息 这乌鲸猪 竟然都是在野外生产 而大树刚才抱的那头 因为体质弱 跟猪群走丢了 现在还有工作人员 正在山上寻找 刚生产的母猪和小猪崽 这更加深了任肖的好奇 于是赶紧快步上山 在一个山坡上 任肖遇到了一位大哥 养殖场的负责人 肖聚才 肖老师您好 我是从山下上来的 我来找咱们的乌鲸猪 对 我正好也在找 你也在找 对对 我没看到有乌鲸猪 在树林里面去了 树林里面 对对对 树林里面去了 那你还是接着找 对对对 那这样吧 咱俩大个伙一块去找他 可以可以 走 走 那儿 对对对 原来肖老师是在寻找生产后的猪群 因为乌鲸猪生产时 一般都是在山顶密林里 所以寻找起来非常不容易 而且他还告诉任肖 平时猪群一旦上山 就会四处散开密实 因为山林面积大 想看到乌鲸猪也得慢慢找 只爬了几个小山坡 任肖就已经是气喘吁吁了 那他能找到这乌鲸猪吗 哎呀 肖老师 我们都爬了这么远了 我怎么还没有看到猪啊 前面应该会有了吧 好吧 再坚持一会儿 哇 那不是一群吗 哪啊 那一群 是那个勾 对对对 那就是乌鲸猪 走啊 我们快去 可以可以 终于在一个山坡上 任肖看到了成群乌鲸猪 有的在低头觅食 有的则躺在草地上 慵懒地享受着阳光 小老师告诉任肖 乌鲸猪因起源于云 贵 川 乌蒙山区与金沙江畔而得名 是一种古老的地方品种 最早是由高原上的 遗族人民放养驯化的 2003年 更被国家农业部公告成为 云南国家级珍贵保护品种 2006年 被列入国家生物基因库 保护名录 我发现咱的乌鲸猪在外形上 和普通的猪 差别也不是很大 还是有区别的 要近距离的观察 我们这里有一句话说的 就是我们这个乌鲸猪 嘴上三道折 额印八卦图 脚上有鞋套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那个嘴巴上有三道折 原来嘴上三道折 意思是说 乌鲸猪嘴上有三道明显的肉折 额印八卦图 是指额头上 也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肉折 就像八卦图一样 脚上有鞋套 是指乌鲸猪背毛较长 但是因为常在山上跑 脚上鬃毛略短 就像穿着鞋套一样 看着在陡峭的山坡上 觅食的乌鲸猪 人肖有个疑问 这乌鲸猪在野外 都能吃到什么呢 平时吃的是草 还有草根 还有身上的野竹笋 它吃的还挺全的 对 还挺好 我们这里说的就是 它吃的是中草药 喝的是山泉水 长的是健美肉 所以说我们的猪将来 一定会非常的强壮 肯定吧 它这一天到晚都在山上跑 肯定很强壮 作为放养驯化的猪种 乌鲸猪在野外 适应性很强 虽然吃中草药的说法 略显夸张 但山中一些野草 野菜 像菊曲 苦买菜等 确实具有 要用价值 所以 以散养为主的乌鲸猪 在生活吃息上 非常贴近野猪 和肖老师行走在山坡上 任肖也没有忘了 寻找小猪仔的任务 只是这山路越走越窄 也更加陡峭了 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 为了寻找刚出生的小猪仔 任肖跟随肖老师 进入了山林 只是在山林中行走 更加困难 也更加危险了 哎呀 太难了 太难了 不行了 这还是一个斜的坡 其实看着像平的 对对对 注意 哎呀 这下去是空的吗 下面是空的 悬崖 行走在山林中 因为没有路 一侧又是数百米的悬崖 每一步都是心惊胆战 在这种情况下 任肖开始怀疑 还能不能找到 刚出生的小猪仔 萧老师的一句话 让现场顿时紧张起来 听见吗 有猪的叫声啊 哎 真的是 是不是就在我的上面了 应该在我们上面了 需不需要小两声 会把他吓跑 哇 这里这里找到了 萧老师 萧老师告诉任肖 这乌金猪有个特点 就是每当临近预产期 都会独自上山 选择一个隐蔽处 用树枝 野草 打减一个简易产房 等产后一周 小猪们能在山林中 独立行走 觅食后 猪妈妈才会带着小猪仔们 光荣地回到眷社 说话间 乌金猪已经到了 该回养殖场的时间了 此时天空又下起了小雨 任肖赶紧帮着萧老师 一起把猪群往眷社赶 这就是给猪配饲料的地方 还挺香的 对对对 这里面都有什么呀 这里面都有玉米面熬成粥 熬成粥过后 把那个山上的野猪槽 还有萝卜放在里面煮就行了 那一般我们都什么时候去喂猪呢 我们现在就准备喂 猪刚好下山回来了 好 那就是一会把它盛好了之后 我陪你一块去喂 可以可以可以 在鹅边县 乌金猪的养殖采用的是 放牧加捕饲 加圈养的养殖方式 一般白天 让猪群在野外活动自由取食 下午四点后 收牧加一捕饲 那这放养的乌金猪 肉质到底怎么样呢 小老师为我们准备了一块 乌金猪的猪肉 从外表看 猪肉脂肪少而白 用手轻轻撕扯 细长的肌肉纤维就呈现出来了 乌金猪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皮薄 一般只有普通猪肉的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即适合新鲜炒炖食用 也是身家工程火腿腊肉的上等原料 为了让我们品尝一下这乌金猪的口感 小老师又让农家乐的大厨烧制了几道菜 坨坨肉 红烧肉 回锅肉 再切上一盘鹅鞭老腊肉 在厨师们的紧张忙碌之下 一桌永巫金猪肉做的美味菜肴就完成了 哎呀宝贝 你看你吃的这么香 这是什么呀 你告诉姐姐 回锅 回锅肉是吗 你吃到嘴里觉得好吃吗 很好吃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在鹅边 我们不仅感受到这里独特而优美的环境 更被鹅边各族人们的辛勤 朴实和好客深深打动 如果您有时间也可以到鹅边县欣赏一下美景 吃一顿农家饭 体验一下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 好了 今天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